好 cruise 也可以当作动词使用 你看 cruise 当作名词就是沉船的一种旅游 沉船的旅游对不对 沉船上的游览叫 cruise cruise 当作动词就是你航游的意思 在船上航行巡航就叫 cruise 像这样子 这种就是航行的意思 It is so romantic to spend an evening cruising the Santa 好 那我们看一下什么叫 Santa 帮我把这个 Santa 画起来 Santa 是一条河的名字叫塞纳河 它在巴黎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浪漫 你可以看到老师现在找的图就是 这个Paris River Sainas Cruise 如果你去到巴黎 有机会到巴黎走走 它这个River Sainas 这个塞纳河 它有这个 cruise 有提供这样的航游的行程 你就可以像这样子在晚上的时候 在这个船上欣赏了两岸巴黎的风情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 这个X是一个虚主词 这件事情这个X是虚主词分成这件事 哇 这件事情 is so romantic 这件事情实在是太浪漫了 什么事来真正主词在这边 to spend an evening cruising the Santa 如果你能够呢 to spend 你能够度过 spend 是花费 你能够花费一个晚上的时间 然后能够cruising 能够呢航游巡航在The Santa 在塞纳河上 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 好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是真正的主词 从这里的to 老师现在画底线 从to呢一直到最后的The Santa 这是我们的真正主词 你看到我用黑色画底线 to spend an evening cruising the Santa 这是我们的真正主词 前面这个it只是一个假主词而已 它是指这件事 那这件事情在哪里 这件事情真正的会放在句子的后面 变成to 开头 接下来第二个重点就是这个spend 这个spend是个特殊动词 叫花费 如果你能够花费上一个晚上的时间 做什么事情 记不记得后面要加什么 对 后面要加上ing spend这个是特殊动词 它后面的动作一定要加ing 所以这个cruise这个动词呢 cruise这个动词就要加上ing了 叫做cruising 就是航游航行的意思 好 再来我们看到第七这个字叫 depart depart这个d抓出来 d这个字跟this 它们是一样的字首 都是有apart分开的意思 所以d这边可以当作分开的 什么叫part呢 part这个字国中单词 就是把东西分成一部分一部分 所以depart就表示你把东西part apart 把东西分成一部分一部分的分开来 使各个部分apart分开来 当你把东西分开来表示你怎么样 你离开了对不对 你把东西留下你就离开了 这叫做depart 所以它有出声 有出发动声的意思 那一样呢 如果我们把depart这个字呢 再加上ure名词字尾 叫departure 就当你把一个一个部分呢 整个分开来的状态 ure是一个名词字尾叫状态 当你把东西一个一个分开来 把部分分开来的状态 就叫做出发咯 你要离开了departure the departure 就翻译成出发 离开 那如果我们把ure名词字尾改成ment 这个是一个名词状态 department它是一个可以把东西分成 一个一个部分的东西状态 就叫部门 把各个分出来的部分 各个分出来的部分 这个部分用ment来代表 就是部门咯 department 好所以depart departure departure and department 好那我们看例句 transfer Vancouver departs on the hourfront platform the trans 各位可以帮我把这个trans 画起来 这个trans是我们的主词 transforward 专门到 这个for是为了 为了到达Vancouver Vancouver就是温哥华 为了要前往温哥华这些火车呢 这些火车就会怎么样 depart 动词 各位可以看到主词动词隔很远哦 主词是复述 所以动词也是复述 有看见吗 好这两个主词 还有动词的关系 好所以呢 the trans for Vancouver 这个for 前往Vancouver 温哥华的这些trans 这些火车呢 他们会depart 他们会出发前往出动了 在什么时间 on the hour 来各位帮我把on the hour 画起来 on the hour是一个重要的片语 叫做整点 on the hour on the hour就是翻译成整点的意思 每到那个小时的整点上 他就会depart 他就出发一般 on the hour翻成整点 然后从哪里 from the platform 会从月台上 from the platform platform是月台 从月台上on the hour整点的时候 他会depart 做出发的动作 好再来呢第八个单字 第八单字这个字叫direct direct